一早起床 手机自动给我推荐了这个视频 思绪一下子回到从前 2019年 那一年黑豹运动给全港蒙上阴暗那一年圣诞节 因为赶工节日仍要加班加点 由于天气骤动 衣着单薄动了一天 双脚之后这腿就成老寒脚 生活没有永远的好 以为差了却还有更差的出现 2020年头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我们的生活 我的老奶奶在乡下生活 老爸退休回去照顾 疫情中我们过上了两地相隔的日子 生于和平年代 我没有经历过战争的痛 却保常亲人不能见面的苦 或者人生需要历练 即使生活不再美好 还是要面对 凡人的身心很脆弱 需要信仰来增强信念 无论是西方的救主还是东方的神佛 其理念都能使内心强大 所以我会常祈祷常感恩 希望在低沉岁月 也能有快乐之心去挑战 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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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